娶女神照劈腿。 爱莎从不查勤100%信任老公却外遇。她抖出小珍过去密心,男人盯在今也没用。 娶女神照劈腿。 爱莎从不查勤100%信任老公却外遇。 她抖出小珍过去密心,男人盯在今也没用。 来台湾发展的日本女性爱莎,近期精传和老公周明甫,已经确定签字离婚,结束五年多的感情录,让很多粉丝都相当不舍。 尤其传出感情破裂的原因,都是因为男方对自己的女性友人下手,坦诚有劈腿,才让老婆决定断开婚姻。 不过有网友就不解,为什么爱莎看起来这么可爱,娶到她的男人还是会想要在外面找女人。 对此就有网红出面透露,其实跟小珍很有关系。 据三里新闻网报道,爱莎和模特前夫周明甫感情谈的甜蜜,从相识过程到婚后,浪漫的互动一直被外界所羡慕,谁知道王子与公主的组合,竟然也走到分开的结局。 知名网络红人广告小妹,就在脸书上发文说,爱莎的新闻传出后,让不少网友和身边有人议论纷纷,一大早就有闺蜜传讯息给她,问道,爱莎那么可爱,为啥老公还是要外约呀? 让她傻眼表示,这跟老婆是不是弱似天谦关系,更表示李倩荣也是真的很正,老公还不是常在夜店搂妹。 之后闺蜜又追问,那我们是不是都该看景点老公? 让她更不以为然,表示如果盯紧老公真的有用的话,小珍当年盯得多紧啊,但李尽良还是绯闻传不停,认为老婆盯不盯,跟老公要不要外遇一点关系也没有。 广告小妹说,其实很多人都有异性朋友,就算是已婚的人夫,人妻都一样,然而会跟异性跨越那条线,本身就是内心狂也得狠,刚好又有了机会这样,只能靠对方自己的自制力,才有办法防止外遇。 广告小妹的PO文一出,立刻吸引众多网友按赞,也纷纷留言,真的,会不会外遇都是看对方,不是自己做什么努力可以解决的? 很多人都被本土剧骗了,以为外遇就是正宫要改变什么,其实根本是对方的问题。 真的,小珍也很辛苦,只能说不管男人女人,不忠真的人真的很过分。 哎,真的是,如果另一半会外遇,真的不是自己改变就能挽回什么的,大家怎么看呢? 《未识际故事》 《未识际故事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